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十二到十六节 一同来思考神的话语 一同来灵修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若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 去钉十字架 好了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把 彼拉多心理的想法写出来了 彼拉多其实很想释放耶稣的 于是再把他带出来 哇 不得了了 众人对耶稣的那种的激烈的情绪和态度 使得彼拉多最后屈服在众人 无比强大的声势里面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呼喊 钉死他 钉死他 除掉他 除掉他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面对这个抉择 做出了一个跟他内心的原始想法 非常不同的决定 那就是他把耶稣交给他们 钉十字架了 一个人有一个心灵中深处的良心 不过有时候这个良心受到很多外面的环境 就被逼改变了 彼拉多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他本来想释放耶稣的 不过众人的声音胜过了他自己良心的微小的声音 这个在人性的了解上 的确提醒我们好多重要的功课 人内心有时候良心仍然存在 不过良心的声音会跟环境的声音产生一种对抗 这个对抗使得这个人到底要顺服环境的声音呢 还是顺服自己人内心的良心的声音 一个人要做出这个抉择 的确很不容易 彼拉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 彼拉多最后是顺服了 听从了周围这么多人的呼喊声 这个呼喊声里面当然也带着威胁了 这个威胁是什么呢 那就是假如你释放他 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诚啊 哇这个声音不只是数量很多 还带着威胁的口吻 这个威胁使得彼拉多也想到自己政治前途啊 人生的发展啊 他的career 他的生涯规划 于是他就在这种挣扎之中 压制了自己良心的声音 顺服了整个环境的带领 约翰福音把彼拉多内心的态度也描述出来 我相信不只是给当时的读者一种对耶稣受苦受难更深一层的记录和了解 也是留给以后万世万代阅读约翰福音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第一真理是什么 第二怎么坚持真理 啊 了解了真理还要用良心来坚持 这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件 但是同时 在约翰福音里面 其实也一再的告诉我们 耶稣是怎么样把真理和环境做出抉择的 虽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好像弱者的那一个角色 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却是非常非常的强壮的 非常伟大的 因为他能坚持他自己从父所领受的一切托付 到了为人民走上十字架 也不反悔 也不改变 这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功课 也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生命的改变带来的能力 愿主帮助我们 特别帮助每一位信主跟从主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也表现出这样跟从主而来的生命力 愿主祝福你 平安 平安